想要赚钱当然还得要存钱才行 每天靠存铜板 26岁竟然能够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位存钱达人 刚毕业他就兼了三份工作 他的存钱方法 就是将铜板分成了四个存钱筒 一年下来竟然可以存下12万元 来看看他如何把小钱赚进大把钞票 一桶接着一桶 各式花样透明的存钱筒 装着满满的铜板 他是铜板存钱达人盛景杰 当时我就兼了三份工作 同时在便宜商店的夜班 同时在麦当劳 同时早上我去送报纸 因为你大部分钱都在工作 你就几乎没有花钱的时间 靠着兼差三四份工作 26岁盛景杰 他就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我每天回到家 我都会习惯把身上的银钱 分门别放到不同的一个 透明的铺板里面去 然后每天去存它 比如说你就可以把它简单地分成 一块五块十块跟五十块 一方面第一个是你会看到 不同的这个弊别的长大 一方面你到银行去换钱的时候 也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累积就是力量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四十三岁的他 有了稳定的工作 年薪七百万 原来他有一套独特的存钱法 我觉得一年结束 一月一号到可能每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那通常铺满的话 我是存满的我就拿去拿换 但无痛存钱法 我会设定是每年一月一号 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它就会存成一笔比较大的钱 存满的时候 一年下来大概就会有八到十二万 无痛存钱就要看 当年度的状况怎么样 依照以现在目前来讲 我的无痛存钱 现在目前大概已经存到 大概八万多块九万块左右 可无痛经存法 每个月可以多存将近七千元 他也建议 把每个月的薪资分类存入户头 所以我觉得户头也不要太多 因为太多你不容易管理 我大概个人是用四个户头 来管理我的每笔财富 所以每个月当我的薪水进来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薪水 分成不同户头的这个开支 进到不同户头去 比如说储蓄都进出去 投资进投资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这个收入 调整这个笔液配器 那我每个月我也会固定存两万块 在一个投资的户头 即使现在没有投个机会 我都还是存 因为等到我投个机会 从你的本金站里面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投资了 直接在装满钱的红包上 写一排一排的字 记载着一年到一年半中 每一笔存下的无痛经 也存出了人生的成就感 东森财经新闻 张占杨昭忠于瑞 在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